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第67期的国魔资讯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12月上旬又会有哪些厂家公布了新品呢 还记得曾经在WF展上看到 美光站放出过这样的一款宇宙骑士低波矮 如今该款产品总算是要上市了 公司名称为SKYSTUDIO 也是一个全新品牌 这款宇宙骑士的外形美观程度 可以说是做得非常优秀 身形以及四肢的比例被调整得很和谐 那这款宇宙骑士它的全高约18厘米左右 产品中可能会用到合金键 但目前还不确定 武器装备倒是一个不落 甚至还给你提供了一套战损外甲 这就有点意思了 相信它的可玩性会大大提升 玩家们也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搭配不同的外甲 目前该款产品的预售价格为836元 预计22年的第一季度出货 当然我也有看到几家店铺挂着700多元的 至于稳不稳我也就不知道了 那感兴趣的玩家可以留意一下 反正阻装我啊 是已经冲了啊 随后还带来了白卡斯的预告 哇塞 这33.5厘米的大家伙总算要来了 具体讲什么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WF现场拍到的灰魔罩 有这个体块 你说这宇宙骑士能不能塞进去呢 模综合近日公布了新甲魂匠传 M1Q06地阔星花刀匠龙居的上色实物罩 目前还处于试色版 我个人的看法总觉得这颜色是不是有点过于绚丽多彩了呢 那身上的几书造型总能跟别的几个机甲所能联想到一起 具体是哪几台我就不点名了 相信各位也能看出来 可以看到它有两把武器类似弹刀 甚至还能组合在一起 又是一把手里剑 不不不 甚至还会有一点战斗陀罗的感觉 不知道这款龙居会不会还附带一些特效剑之类的 至于这款的价格和发售时间目前都不得而知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留意一下 葬道模型这一回公布了四神兽系列的青龙异色款 白龙的上色实物罩 对比起青龙 我觉得白龙看起来会更加舒服一点 价格方面 这款白龙的预售价格为790元 预计21年的1月出货 同时葬道模型还公布了很多款产品的剪影图 以及下一款新品的CG宣传片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神情科技这回公布的是 天之四灵之一的白虎 目前为灰魔图 从灰魔图中我们能看出 这一款身上依旧是有着非常多的透明零件 那它的整体长度约29.3厘米 算上尾巴的全长约52.8厘米 那它的高度18.4厘米 体块是不小 但我眼拙属实是没有看出来 这是一只白虎 那关于这款白虎的售价和其他信息 目前都不得而知 期待厂家后续公布的具体信息吧 魔图空间近日公布了 龙林系列海洋机械兽 KK01坤以及SS01砂 材质为ABS加合金等 大小约12厘米左右 具体价格和发售时间目前未知 可以看出这两款产品应该是类似 潮丸百剑之类的产品 独家猛料 这个是一个小道消息 并非是官方正式宣发 它将吕布的坐骑 可变形的赤兔马的建模图 被我搞到手了 全身的铠甲元素与吕布的协调统一 但总有种麒麟的感觉 好看与否 还得是你说了算 也是期待这一款的食物 早点与我们见面 别的不多说 各位自己感受一下吧 对了 零售价格390 由Brow Toys联合BMS 共同推出的1比12比例 可动收藏人偶 狂暴战士巴雷塔 三天只要玩过某某幻想期 那你一定认识这位角色 那这款产品提供的配件 也是非常丰富 分别有一个严肃头雕 和一个愤怒头雕 超可动素体 再配有全身的布衣服装 那么它的鞋子 由于接地的问题 也是采用了特殊工艺 鞋帮会是非常柔软的那一种 以及可替换的加特林机枪 还有原子铁钳 还有一个小墨镜 玩法可谓是非常丰富了 目前该款产品的 预售优惠价为399元 预计22年的第二季度出货 那我就想问问 除了这一位呢 其他的几位会不会出呢 如果出的话 那就真的是太妙了 大火鸟制造的5GG系列 摩卡近日也是公布了15样照 车型和人型 能够看出 大体还是保留了 与上一款奶昔相同的设计构造 只是说在车型部分 增加了一些不一样的装饰件 这车型看起来 也是更加酷炫了一点 可能是色彩的缘故 黑色款的摩卡 在人型部分的表现 看上去会更加的诱人一点 而且还追加了很多细节标志 这兔女狼的形象属实是有点抓人眼球了 不知道这个人型你能给他打多少分呢 目前这款摩卡的预定价格为650元 预计21年的第四季度出火 那应该也就是这个月了 也欢迎各位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中 留下你们对这款产品的看法 95第八这一回又公布了 全新的合金骨架产品 分别是适配于利天使和主天使的合金骨架 整套合金占比高达90%以上 并声称目标是接近成品的把玩体验 所以他们才提升了这一次骨架的金属占比 这出发点是不错但愿大货的时候千万别松了 那目前看到的都是试魔剑 而且呢他们还公布了一个得天使的计划 顺带一提啊 他们还会赠送一套磁控旋转变换灯组 这个倒是可以期待一波 也是希望厂家能够做好品控 只有产品好了玩家自然会买单 那目前这套产品的价格未知 发售时间也未知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啦 OK以上就是这一期国魔资讯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国魔新品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更新推送了 我是神天组长 我们很快再见 ciao